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些文物当中 最引人注目的 是北朝考古博物馆的正馆之宝 它们是两枚金币 出土于磁县的一座北朝墓葬之中 这枚金币直径约1.6厘米 正面刻画了一幅人物头像 四周有拉丁字名文 金币背面是一位带有翅膀的胜利女神像 四周同样有名文 第二枚金币直径约1.8厘米 正面也是一位人物头像 背面为天使立像 由于西汉开通了丝绸之路 因此西方的金币在中原出现并不稀奇 但令人疑惑的是 这两枚少见的败战亭金币 为什么偏偏出现在磁县 它们的主人又是谁呢 这里是磁县大种营村 1978年 磁县文化馆工作人员 在这里发掘了一座古墓 当地人将这座墓葬称为小种 如今目光所及之处 仍然有两座高大的土丘 它们被称为大种和二种 因为当时没有封土了 这个墓顶离这个地标很近 所以当时在耕地的时候 把墓顶给产坏了 所以当时我们进行包庇手续以后 进行了这个考古发掘 通过发掘 考古队员发现 小种是一座带有斜坡墓道的专事墓 它由斜坡墓道 涌道和墓室组成 南北总长约35米 墓室深约7米 就是在这深埋于地下的墓室里 考古队员清理出了 包括拜占亭金币在内的 诸多珍贵文物 当时与金币一同出土的 还有这件金官式 它整体使用透雕技法 塑造成水滴状 并以花朵织曼 盘旋缠绕 相接成形 其间以珍珠宝石点缀 在金市的左上部 有一个端座的莲花童子形象 最为精妙的地方在于 与莲花童子对应的 金市中部的人物形象 更为精美 其裙带飞扬 姿态曼妙的模样 让考古队员想到了 敦煌壁画中身披彩带 在空中起舞的飞天 不论是拜占庭金币 还是这件金官式 他们似乎都来自西方 这不禁让人好奇 墓主人会不会是一位 来自西方的使者呢 种种迹象表明 墓主人似乎并非中原人士 随着清理范围 水逐渐扩大 考古队员在墓室东南角 发现了海谷 其实的官床是原来西边 它的官床已经遭到破坏 并且有背道的痕迹 在由于地下水的浸泡 就是现在这个官国 已经发生一位 漂流到这墓葬的东南边 现在只剩下这个河谷和枝谷了 出人意料的是 经考古队员鉴别 这是一位少女的海谷 她的年龄只有十三四岁 那么这位早早死去的少女 究竟是谁呢 海谷的出现 为墓主人的身份提供了新线索 没过多久 更加关键的文物出现了 考古队员在泥土中 找到了墓志 墓志的开头部分写道 为票旗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禅广郡 开国宫高宫期 如如公主 驴氏 惠斥帝连 如如主之孙 安罗臣 可汗之女也 她表明 这位少女是如如主的孙女 也被称作如如公主 至此 墓主人的身份终于真相大白 那么墓志中的如如二字 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历史上 如如自好柔然 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 一个游物不足 北朝时期实力强大 据墓志记载 公元五四二年 这位如如公主 下嫁于东魏丞相 高欢的第九个儿子 高湛 此时的她只有五岁 高湛也只有八岁 北魏分裂以后 东西魏迫于当时的形式 都于柔然 采取了这个联姻的政策 公元五百四十二年 东魏的全城高欢 为她的第九个儿子 叫高湛 也就是后来的北齐武城地高湛 引起了柔然的这个如如公主 据墓志记载 如如公主最终下葬于 北齐县武帝高欢的一瓶领珠 那么这个墓呢 有确切墓志 给我们记载了墓主人是谁 那么在她的西北方向 三百米左右 有一个高大的风土 那么我们从这个史料和考证来看 我们可以推测到 那是高欢 起县武 它的一瓶领 一般称这种是大种 那是二种 那是小种 据此来看 我们感觉到这个村庄 这个村民的兰友和这个墓葬 它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与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联合组成夜城考古队 他们开始在夜城遗址 以及瓷陷境内 探索那些被掩埋的历史 这里究竟有没有墓志记载的黄陵区 它有多大范围 墓葬中又埋藏着哪些秘密 破解这些问题 成为考古队员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年后的1986年 考古队员在瓷陷境内 开展了详细的勘探工作 众多北朝墓葬和珍贵文物 就此现身 瓷陷北朝历史的多项考古记录 也就此打破 1986年 考古队员以儒儒公主墓 大主为中心 扩大了发掘范围 最终在他们西北方向 与之相距约三千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座大墓 当时已经风土被铲掉 墓顶也被铲破 所以考古人员就进行了 抢救性发掘 这是考古队员为墓室内景 拍摄的一张照片 陶勇散乱一地 那么是何人享有 如此之多的随葬陶勇 陶勇上又是否暗含着 墓主人的身份线索呢 经过清理修复后 陶勇恢复了往日神采 考古队员也终于可以对这些陶勇 进行分类 并寻找陶勇上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 这一件陶勇呈昂首蹲距状 背上竖起三座棕毛 尾巴上卷 身上涂有鲜艳的红彩 从身形上看 应当是一种动物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陶勇的面部却是人的模样 五官分明 双眉紧促 怒目圆凳 也就是说 这其实是一件 具有人面瘦身的陶勇 考古队员推测 这一件充满强烈神秘色彩的陶勇 应当是镇木兽 墓葬中出土最多的是人形陶勇 这件陶勇 头戴官帽 身穿林口季节套衣 两袖空锤 双手拱于胸前 根据头上所戴的帽子 考古队员判断 这是北朝时期的风帽勇 这些陶勇同样来自北朝时期 他们头戴兜蒙 身穿铠甲 两手在胸前呈植物状 全心向上 且有一小孔 最突出的是 这些陶勇骑的战马 也披挂铠甲 战马铠甲 用黑线描绘成鳞片状 其间点缀红彩 显得格外醒目 他们以北朝的一个特殊兵种 为原型 被称为甲骑巨装勇 除了陶勇仗队之外 考古队员还经理出了许多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动物勇和器物勇 他们似乎象征着 牧主人生前的优渥生活 面对这些形象各异的陶勇 所有人都心生疑惑 到底是什么样的牧主人 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呢 直到牧葬牧室清理完毕 考古队员也没有发现印章 或物质等能够表明 牧主人确切身份的文物 牧主人是谁依旧无法判定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 牧主人身份的线索 竟然隐藏在这座墓葬的墓道中 但是我们发觉它的墓道里面的壁画 保存得非常好 特别是这个墓道两侧的车马出行 遗藏图以及涌道的 这个蒙壁上的大的猪穴图 保存得还是非常好的 墓道里面主要反映的是那种遗藏出行 这种遗藏出行 就是代表了你的级别 你的等级 所以这也是我们推断 它是帝王林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墓道壁画的清理工作十分困难 地下水不断上涌 考古队员只能一边抽水一边清理 水位下降之后 考古队员就利用传统的烘烤方式 对壁画进行干燥处理 然后再往壁画表面施胶 贴纱布进行加固 以保证壁画的每一部分图案 都保留原位 固定好壁画图案后 便是分割和揭取工作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考古队员成功完成了 100多块壁画的揭取公诉 然而在壁画揭取之后 一个新问题又摆在考古队员眼前 这些脆弱的壁画 该如何运输到考古单位 所在的石家庄呢 邯郸和石家庄相距近200千米 当时两地之间还没有建成高速公路 要将壁画运输到石家庄 考古队员只能选择路况不佳的107国道 当时的107国道是一条重要通道 每天都车水马龙 如果在白天运输壁画 不仅行驶速度慢 而且容易发生意外 因此考古队员决定 在晚上运输壁画 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的车况路况 交通条件比较差 就害怕 因为壁画毕竟是比较薄的 即使经过加固以后 我们也很担心二次损坏 比如说你在路上颠簸 造成了它的破碎 或者说脱落等等 这些就是说对我们来说 是工作上的一个很严重的失误了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当时就采取开得很慢吧 另外要保证 以保证文物的安全为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运输 壁画全部安全到达石家庄 并等待着后续的修复和展出 此时 沐藏现场的清理工作 也接近尾声 但是考古队员仍然没有发现 指明墓主人确切身份的文物 在这种情况下 考古队员结合墓葬形制 出土的陶涌数量 以及宏大而精美的壁画 等诸多要素判断 这应当是一座帝王级别的墓葬 结合相关文献资料 这座古墓的主人 最终被指向北齐开国皇帝高阳 对我们综合各方面考虑 这一座 首先它是个帝王级别的陵墓 同时也可能性最大的 还就是文权的高阳 那是它的国力比较顶盛 它当皇帝时间也比较长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这么做出的推断 公元550年 东魏孝敬地元善建 在政治漩涡中被迫退位 高阳登上地位 北齐由此建立 但仅仅九年后 高阳就去世了 高阳在这个历史典故里 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 就是讲了这个快刀斩乱麻 和他相关的高欢 为了测试他这几个儿子的能力 就给每个人封了一把 文献里面叫丝 不是麻 是丝 叫他们去把这个理清头绪 然后高阳一看这么乱 那就直接拔出刀来 就一刀砍断 然后就很容易就把它理顺了 从这个故事里面 也可以看出 就是这个高阳这个人比较果断 比较这个能力比较强 敢作敢为 在他当皇帝的初年 还知道就是说 这个勤于正式吧 历经图治 在北朝考古博物馆的特别展厅中 高阳墓的墓道壁画 被原样复制出来 展现在人们眼前 据考古队员研究 他描绘的是高阳出行的场景 在会有莲花纹和忍东纹的地毯上 四列共106人组成的仪仗队缓缓前行 前方有青龙白虎引领 高处有朱雀瞭望 天空中祥云缭绕 各种神情瑞兽翱翔其间 整幅壁画的布局独具匠心 为了使人物形象生动逼真 当时的画师从正面 侧面 背面等多角度描绘 每一个人物都表现出一种 镇定自若的神态 人物的服饰线描 云细流畅 富有弹性 洋溢着秀意洒脱之气 壁画中占有相当比例的 是一些典型的高鼻 高颧骨 浓虚的人物 形象生动 性格鲜明 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局面 至于画面中的神兽 他们与画面融为一体 不仅灵动飞舞 栩栩如生 而且霸气十足 令人望而生畏 2020年9月 位于磁县的北朝考古博物馆 成功开馆 馆中收藏了许多 经由考古出土的 北朝文物 从如如公主墓出土的 各色陶影 拜占挺金壁 再到湾张高阳墓的 大型壁画 这些文物 不仅是北朝时期 民族融合 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也是那时 艺术风貌的深度展现 2021年1月 邯郸市复兴区后百家村北部的一片工程建设工地上 人潮涌动 来到这里的人并不是工程施工人员 而是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与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的考古队伍 由于邯郸城历史悠久 地下文物一级众多 因此只要有建设工程开工 考古队都会提前勘探发掘 来自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的王天烈 是这支考古队的副领队 他带领队员们首先确定了开展调查的大致范围 最终在后百家村以北 从台路以南 百家街以西的区域内进行考古勘探 结果不出所料 这片区域的土地下确实存在古代牧藏 而且分布范围广泛 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墓葬的数量有数百座 在考古队员有条不紊的清理表土层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们发现 有一处遗迹与已经勘探出的墓葬不同 它的遗迹层要浅很多 很快考古队员就发现了骸骨 然而他们发现这并不是人骨 而是马骨 当田土被继续清理后 两具白色马骨架清晰可见 马骨附近还有腐烂的木车痕迹 根据这些现象 考古队员基本确定 眼前的遗迹为车马坑 但在坑中却赫然出现了青铜鼎等礼器 然而在战国时期 青铜礼器一般随葬在墓主人的墓葬 或单独的随葬坑中 而不会放置在车马坑中 一般来说青铜鼎作为礼器 其总数一般为基数 如天子九鼎 诸侯七鼎 大夫五鼎等等 然而这座车马坑里埋藏的青铜鼎数量 一反常态 其总数为四件 它这个其中呢 它这个 您想看到这三个顶呢 摆得很规律 从这个三角状摆放在了这个车厢的位置 但是这个它当时是 应该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呢 它是就是把那顶砸在了这个位置上 就是当时就砸坏了 这个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发现 经过数月的发掘 考古队员已经清理出了200多座牧丧 这些牧丧分属不同的时期 其中包括战国 两汉魏晋 隋唐以及清代 其中有以战国牧葬居多 这是因为战国时期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所在地 它在一百多年时间里 得到迅速发展 在当时 邯郸城包括赵王城 和东北部的大北城两部分 赵王城为公城 大北城则相当于中小贵族和平民的居住城 也可称为阔城 而百家村牧群距离大北城 大约只有两三千米 于是成为战国时期 赵国人的一片牧区 那么 在数量众多的战国牧葬中 与车马坑对应的那座牧葬 到底是哪一座呢 这是一座长方形数学土坑木 坐落在车马坑以东 约五米的地方 长2.6米 宽2米 是距离车马坑最近的 规模最大的一座牧葬 考古队员首先清理出来的 是大量的随葬陶器 这是其中的五件陶器 分别为陶顶 陶虎 带盖陶豆 平盘豆和球腹虎 但这五件陶器 并不是实用陶器 而是专门用来陪丧的礼器 比较幸运的是 除了仿同陶礼器之外 考古队员还在这座牧葬中 清理出一件更取参考价值的关键器物 车位 这一件车位近似圆柱状 两端粗细不同 中间还留有孔洞 用以套入马车的车轴 M186在一号车马坑的西侧 它是第一个 它尺寸在第一期的战国木发掘中 是比较大的一个尺寸 第二是它的木式中出现了车马器 就是车位 这些迹象表明 M186号墓葬 似乎与车马坑有着一定的关联 但这些证据依然不够充分 同样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这座墓葬中 没有能够表明 墓主人身份的文物或证据 考古队员也没有发现 更多的与车马坑相关的线索 2021年9月下旬 后百家村北墓地的 二期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发掘区位于 一期发掘区的西部和北部 然而没过多久 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惊喜出现了 在发掘区的西侧 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一座车马坑 极为罕见的是 这一座车马坑的规模 不仅远超前几座车马坑 而且马坑和车坑分开设置 它们相互垂直 呈字母L型 发掘截固显示 车坑长14.6米 宽3.4米 马坑长10.8米 宽2.3米 共殉葬19匹马 它们头向南 面向西 依次排列 发现的是这个马的头部跟腿部 因为腿部比较高 现在咱们可以看到 它那个腿部是比较高的 先是那边腿部那个骨头先露出来的 随后就是这个头部 随着第一匹马被发掘出来 考古队员又顺着马坑方向继续清理 最终 一具具完整的马骨全部显露出来 而且排列十分整齐 都是死了以后放在里面的 因为他们这个姿势都是一个挨一个 一个架一个 经过发掘 考古队员一共清理出19具马骨 随后他们开始清理 鱼马坑垂直的车坑 我们就知道 这肯定是一个车马坑 陪葬坑 所以就先从北边开始清理这个车坑 当时开始清理的时候 首先是露出来上面这一层花土 就开始逐层的开始一点一点的清理 由于车辆早已腐朽 如今只剩下木头的朽痕 如果不是专业的考古人 一般很难分辨出车辆的原始模样 随着车坑清理工作的深入 考古队员还在一些车辆的附近 发掘出了青铜器 这就是考古队员从车坑里 发掘出来的青铜顶和青铜壶 它们形态较为完整 均为实用器 这些青铜里器的出现 让考古队员想到了之前所发掘的一号车马坑 其中也放置了青铜里器 然而车马坑中为什么会放置青铜里器 这个问题考古队员目前还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 一般我们考古有个说法叫孤正不立 以前就是在这个战国的车马坑里 之前我们一号车马坑出属了这种 这个车马坑里随障青铜里器的现象 它是一个证据 但是也是仅此一例 但是随着发掘的进行 我们又发现了四号车马坑 四号车马坑呢 当然它规格比较大了 它有七辆车和19匹马 但是在这个七辆车的下面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青铜里器 现在看有青铜顶 青铜湖 还有青铜凳 更进一步地说明了 这个在车马坑中放置青铜里器 是造文化的一个很特有的一个现象 根据车马坑的形态和出土文物 考古队员发现 这是近年来邯郸地区发现的 规模最大 等级最高的车马坑 也是能够代表造文化特质的重要文物遗迹 然而 与之相关的疑问还有很多 考古队员也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寻求答案 邯郸 北一太行山 南陵张河 区位条件优裕 据史料记载 战国时期 自赵国赵敬侯迁都邯郸以后 邯郸逐步成为赵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强大的国力使得赵国社会内部趋于稳定 生活在赵王城和大北城中的人们 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生活习惯 其丧葬理智也较少受到外界影响 在后百家村北部发掘的这些战国墓珠 墓中随葬有桃顶 桃壶 带盖桃豆 平盘豆和求富湖组成的桃礼器 也是那个时期的藏族的一种表现 考古队员还在部分墓葬中 清理出了精美的玉事件 其中包括战国时期的水晶环和玛瑙珠 它们可以组合成玉串式 也是战国时期的典型事件 最令考古队员称赞的 是这一件战国绿松石挫金代沟 保存状况十分完整 代沟表面镶嵌有金线和绿松石 且图案对称分布 颜色相互映衬 显示出高超的做工和审美水平 在后百家村北墓地中 除了战国时期的遗迹和文物之外 考古队员还发现了许多 其他时期的墓葬及相关文物 它们显示出了邯郸这座古老的城市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 正好后面这 这个七八六 这个就是一个汉代的墓葬 西汉 如果从现在看 因为西汉 它有二层桃 它这种土坑树穴的 是西汉时期的明显的一个代表 它的棺还残留在这 但出土的器物 我们已经提取完了 此外 遗址中还存在着少量 其他时期的墓葬 其中就有隋唐时期的墓葬 这在邯郸地区更为少见 M874就是一个唐代时期的墓葬 你看它这个形式就跟战国时期 跟汉代的完全不一样 它有一个墓葬 然后有封门 这种封门砖 然后底部也有这种砖的铺底 这是考古队员为隋唐时期的墓葬 M711拍摄的照片 同样也是一座带墓道的土渡墓 墓道和墓室之间用封门砖相隔 在墓室的东南角 考古队员清理出了 包括青瓷湖在内的一组精美的瓷器 目前后百家村北部墓群的发掘工作基本结束 考古队员也在努力接近历史真相 考古队员一共发掘出822所墓葬 涵盖战国至明清多个时期 其中战国墓葬超过400座 隋唐时期墓葬30多座 另有四座车马坑 虽然暂时没有找到与车马坑对应的墓葬 但是发现和清理出的大量文物和遗迹 令这次发掘成为赵都邯郸 近年来最大规模的考古工作 也让世人有机会一窥赵都当年的繁华 感受这座古老城市的兴衰与变迁